我們可以看到指揮中心 他在6月11號宣布 從6月15號開始 入境居家檢疫的天數放寬為3加4天 目前已經快施行超過三個禮拜了 我們可以看到 從6月15號開始 關於入境三加市在施行起來 所有的民眾發現有非常多矛盾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個 對於反國的國人跟商務客就是不同 反國國人是一人一戶 非必要時不得外出 商務客卻可以外出上班開會 跟共產 還有3加4的邏輯 前後矛盾 對於反國的入境者 他已經不強制搭防疫短車 可以透過親友接受 但是你接觸了親友以後 卻要求要一人一戶 在隔離3天以後 後面的4天可以出門採買 但是不能回家 這是非常奇怪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 這兩年來 有30萬的國人 因為 因為遷徙旅運的不方便 所以沒有回國被踢出了戶籍 我們可以看到 根據內政部統計 今年1到4月 從外國簽入的人口數 達到的是15,881人 簽出的人口 則是達到163,340人 近簽出的人口數是147,459人 所以今年應該是近年來 近簽出人口數最高的一年 因為疫情造成的移動方便 讓我們的國人在這兩年內 沒有辦法回國 及辦理簽出的設計 所以讓這兩年 我們約有30萬人遭到儲戶 再來 我們看到 選舉權的相關規定 根據戶籍法第16條第三項 出境兩年以上 應簽出登記 再來就是公職人員選霸法 第15條第一項 有選舉權人在各選區 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 為公職人員選舉 該選區之選舉人 所以 因為疫情所造成的移動的困難 導致了 導致了我們很多的國人 沒有辦法 得到其應有的權利 我們再看到 這是憲法第十條 它規定的 人民有居住 跟遷徙的自由 所有的東西 旨在保障人民 有自由設定 並距居住所 距居所 遷徙旅 旅行 包括出境 入境 的權利 所以 國人反國 是受到憲法保障的 不應該 跟外國人 有同等的 待遇 這個是 我從疫情指揮中心 拿到的資料 如果 根據疫情指揮中心 我們的 COVID-19醫療支援的統計 是正確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從我們的病房 專責加上負壓 全國 228家的醫療院所裡面 空床率 是56.5% 中央集中檢疫所 一共 53家 我們的空床率 是67.2% 地方加強型 防疫 旅館 43家 我們的空床率 是41% 所以 如果 我們疫情指揮中心的數據 不是大內宣 而是一個真實台灣 醫療量能的呈現的話 那目前 台灣的醫療量能是足夠的 而且 根據 此坡 疫情的統計 主要是由本土的病例所引起的 從1月1號到7月2號為止 累計本土病例是380萬8400例 但全部病例的 99.77% 境外移入的 只有佔有 0.23% 所以 如果 國外疫情沒有變化的情況下 境外移入是相對少的 我們再看到 這也是疫情指揮中心的數據 我們可以看到 關於確診個案 目前 他們所分配的照護情況 居家照護的 佔的是 最多的 96.84% 住到加強型集中檢疫所 跟防疫旅館的是1.05% 住到醫院的是2.11% 所以 目前所有 絕大多數的確診者 如果按照指揮中心所說的 有96.84% 都是居家照護 所以 當我們看到 指揮中心給行政院的數字 如果 這不是大內宣 不是欺騙行政院 那代表了 我們的醫療院所 跟集中檢疫所的空床率 都在 50% 以上 那所以讓國人受到憲法保障 可以自由進出國門 不受2.5萬入境的限制 為什麼 沒有辦法做到呢 所以今天 國民黨團 國民黨團 在這裡 強力的 提出 對 指揮中心 提出 你3加4 整體的配套 是不足的 國人 自有 反國的權利 應該 是要被保障的 以上 水神抗菌液呢 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力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呢是沒有殘留 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 推薦代碼 CTI我發發好可以有折扣哦